徐小姐,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? 可是我马上就要登机了。 我就说几句话,不会迎接你登机的。 徐小姐,你的中文说得比志军还要好。 我是学中文的,志军就是因为会说中文,所以我们才会认识。 你跑来就是想问这个吗?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,你是怎么知道志军出事的? 他说他要坐那艘船回家,可是我始终没有等到船,后来就看到了沉船的新闻。 所以你是在新闻上看见他出事了?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志军出事的吗? 你是怎么知道的? 翻船之后,沉船之前,他给我打了电话。 然后呢?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人是我。 你是想说,他更爱你。 我能再问你一件事吗? 你别急,还有时间。 什么问题? 在你们马来,对于结婚的人是称呼小姐还是太太? 你什么意思? 别人叫你徐小姐的时候,你很自然地就答应了。 而且从来都不纠正。 以你现在的身份,是不是叫你林太太更合适? 陆小姐,我承认,志军身上是有一种魅力。 可以让所有的女人都爱上他。 但是很可惜,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只有两个。 一个是他妈妈,一个就是我。 对不起,我走了。 等等,我还有个问题。 志军大腿上有一颗黑痣,前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? 。 爸。 妈。 林志军他没有死。 我说林志军他肯定没有死。 你想干什么呀? 林志军现在肯定就在槟城,我要去见他。 荒唐,这简直太荒唐了,怎么会这样? 这孩子疯了吧?你想干什么?你想干什么? 老陆。 老陆,你别那么生气,来,坐着。 陆安娜,你听我跟你说啊。 老陆安娜,就算这林志军还活着,那要怎么样? 那他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,是个有父之父。 老陆安娜。 老陆安娜。 胡思亚。 那是老陆。 老陆安娜。 你还想干什么去? 那个女人她根本就在杀伙。 他根本就不是林志军的妻子 不管他是不是他老婆 也不管这林志军是死是活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跟他有关系的事 给我就此打住 就一句话 哪儿都不许去 这孩子现在太任性了 老陆 我明天得去趟公司 有个合同要签 不许去 在家陪着安娜 为了那点破钱 你会失去女儿的 真是